安波篮球快讯 我是李亚希 2020年12月28日 浙江金牛险胜广州龙师 周日晚上 CBA常规赛好戏连场 其中有一场广州龙师对阵浙江金牛 尽管浙江金牛实力更胜一筹 不过全场比赛 双方一直紧咬比数 熬战到最后时刻比分依然相当胶着 索性浙江金牛顶住压力 把握住对方犯规战术而获得的罚球 最终有惊无险以108比104获胜 书波的广州龙师遭遇四连败 首截开始 S.兰特斯堡格率先在罚球线命中跳投 朱旭航外线摄入三分 郭凯连续命中三季中距离 两队本节犯规较多 不到半截就达到犯规及罚球的次数 暂停掉整过后场上 变成了罚球线上的比拼 双方获得多次罚球机会 孙明阳切入上篮打成2加1 达拉斯摩亚反击一条龙得手 场上比分交替领先 正准抵脚命中三分 班顿保罗自投自抢得分 随后又在外线命中三分 刘丰博抛投命中并且获得加罚 首截结束 双方战成29平 次截开局 陆文博底角射入三分 广州龙师陷入得分荒 由正准命中跳投止血 S.兰特斯宝格反击上篮得手 夏亚斯单手入尊 陈盈俊射入空位三分 浙江金牛突然断电 广州龙师趁机打出一波7比0的小高潮反潮 暂停调整过后 赖俊豪跟进补篮打破疆局 但此后两队陷入僵持 久久未能得分 刘丰博突破上篮得手 吴前虎顶三分命中 半场战罢 浙江金牛仅以48比46领先 一边再战 吴前三分出手 博得犯规 随后又在外围建功 夏亚斯篮下抛投二分入仗 之后两队再次陷入长达2分钟的得分荒 达拉斯摩亚反击打成2加1 然后又突破上篮掌分 广州龙师在双外援带领下再次反超比数 朱旭航射入空位三分止血 但对方又打出一波8比0攻势拉开分差 陈帅棚反击一条龙打成2加1 陈盈俊篮下打板命中 夏亚斯压哨补篮偏出 三节结束 广州龙师以76比71反超5分 末节归来 张大宇跟进送出精彩双手入尊 随后又跨步上篮打成2加1 达拉斯摩亚突破抛投得到2分 吴前底角三分穿针 浙江金牛强势反超 暂停调整过后 朱旭航再中3分 郭凯急停跳投建功 两队再次打成平手 比赛悬念保持到最后 关键时刻 陆文博底角三分出手 奠定胜利基础 广州龙师后来被迫 采取犯规战术 浙江金牛罚球 弹无需发 时间走完 最终浙江金牛 以108比104险胜 送给广州龙师四连败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篮球快讯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按赞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给朋友们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M直播在手 随时看球赛